你懂得關心別人 懂得肯定自己 更希望能夠走入人群 其實那個感情是很棒的 你們要去提對這個感情 而不是我今天送的 送給人家吃 快樂的吃完其實就好 其實你會看到 也許我們今天去的地方 可能是老的 殘的 其實這些人其實他們需要 在社會的邊緣有什麼需要的地方 我們年輕人需要的是 一種熱情 這一種的熱情會一點點 在往後的生活 或者是工作裡面 會有一種不同的欺負 和價值 也許我們不是只有追尋 我們的事業和產業 更重要的是我們懂得 其實人家的關係 其實我講多了可能會覺得 像你講的好無聊 但是事實上其實我挺希望你們在 這個 從現在開始 其實你們包的時候應該就要來吃 包不是給我自己吃 不是給家人吃 對不對 包是要給那些 當人家咬上一口 吃到肚子裡面的那一種的感動 或者是別人對你的感謝的那一份心 那待會兒過去的時候 也可以想想這件事情 不管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但是我們已經付出的那種感受 其實人家講施比獸 施比獸更有 就是那一種感覺 我希望你們去想一想這件事 在路上 在過程 在回來 都可以想想這件事 它給你什麼意義 我還是要講 其實就是賦予意義 創造價值 任何事情都去想這件事 對不對 平常老師上課的時候有沒有意義 好煩的一直催我什麼 一直要集合 要什麼做什麼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想它富裕意義 而且你投入之後 你創造的價值 這就是別人拿不走你自己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很棒 要 emömies 祖墜 會不會 至於 有另外에게 更大的 有些故事 會不會 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デビュー送ってよ 永遠に離れてくん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